现在电影都这么敢拍了吗 其暴力血型程度 只追惊悚恐怖著身的韩国影片 为了八个亿的拆签款 并将首富魏天狼组建了 一只暴力强拆小队 碰到不配合的村民 便直接破门而入 以暴力手段强迫钳子拆签 而这群钉自护 胡大赫就是其中最难搞的一个 即便被打了一顿又一顿 以前绝不签字 父子强拆工作的桑自成气急败坏 他可是位天狼最中心的狗腿子 为人更是心狠手了 他看着不远处的坟墓 眼看一群人 强行鞠开母亲坟墓 胡大赫痛苦地想要上前阻止 然而 却被桑自成狠狠抓住手指 强行在拆签合洞上按下手印 甚至 对方还将一个骨灰盒 扔到他面前 并对其羞辱 随即便扬长而去 本以为事情能够圆满解决 但令卫天狼没想到的是 胡大赫尽实名举报 看着手机里的视频 嚣张的卫天狼 怎么能容忍别人的挑衅 随即派打授上门灭口 铁军世袭手下头号打授 一痕腊不留活口著称 当天晚上铁军便找上门 胡大赫见势不妙 立即抡情 辅辞想要反趟 然而双方实力差距悬殊 胡大赫很快被打倒在地 随即铁军毫不留情的央铁钩 刺入体内并将其强行拖走 几天后 胡大赫的妹妹燕子 便带着一群村民去找魏天狼要人 然而 北方却嚣张跋扈地说 自己从来没见过他们要找的人 面对燕子的质问 魏天狼也毫不在意地表示 举报自己的人多了去了 胡大赫算什么东西 甚至对于村主任的警告 他也是一副毫不在意的样子 与此同时 兵将绝分强拆 请坑百姓拆先款一事 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 正在抓捕逃犯的警察雷扬 此时接到上级指令 并他立即赶回家乡 调查这一案件 刚赶回来的雷扬 向逢谷大赫家人报案 针对方已失踪多日 家中还有达到的痕迹 雷扬当即赶往现场勘查 经过一番仔细排查 终于在桌脚钉子处 发现一块带有血迹的布料 并散发一股油腥味 再结合现场痕迹 推断出兄弟一次屠宰用钩子 并将警局林队长 当即派人寻找类似的戏剧 并对国大赫展开搜救 从村主任处得知 村民苦畏天狼久矣 这在刚才还有 四名村民拿着材料来找他 说要去状告畏天狼 然而 村主任话还没说完 就由村民急急忙忙地跑进来 说有人在村口桥下放火 这人正是畏天狼的手下铁军 身边躺着四个被扒光衣服的村民 正是之前要告上法院的四人 他们头上鲜血四溢 显然被打得不轻 如此目无王法地行进 令雷阳愤怒不已 好在 这起决分强拆案 引起了上级的重视 是扫黑除恶领导小组 为此专门成立调查队 刘雷阳全权负责 当我知己便是要将强拆团伙 主要负责人桑刺臣捉拿归案 此时的桑刺臣却仍不改嚣张本色 继续四处作恶 这次他又盯上了一家小面馆 以吃出头发为由 敲诈了所小店 店家当即表示 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 要是对方故意讹人的话 就只能报警了 桑刺臣一听这话 国际立马上来 直接招呼小弟 把店里的桌椅全砸了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 这店主正是雷阳的父亲 当天晚上 回到住处的雷阳 发现床上满满当当地铺满钞票 紧接着电话铃声响起 第二天一早 雷阳拉着满满一车的钱 回到警局 还送上来的物证 自然要好好保存 接下来 便是从桑刺臣这里顺藤摸瓜 一举就出其身后的黑恶势力 雷阳来到桑刺臣 常光顾的按摩店 替换掉按摩的女技师 准备来个关门打狗 见识不妙 桑刺臣立马往店外跑 然而没跑几步 便被雷阳的徒弟开车拦住 面对雷阳的质问 他一口要定谷大鹤失踪的事 跟他没有半点关系 在搜查桑刺臣的手机时 有很多大尺度照片 顺着这条线 雷阳查到了一家与魏天了 关系密切的舞厅 里面极度奢靡 各种大尺度画面 雷阳直接找到舞厅老板林姐 然而林姐却表示他什么都不知道 令雷阳没想到的是 嚣张的魏天狼此刻就在他面前 隔着单面玻璃对女人失忆受刑 没想到第二天 魏天狼邀请雷阳吃饭 这桌子的菜血腥味太重 原来 魏天狼的父亲当年 因为和村民起了矛盾 一时没想开则杀了 他一直认为父亲是被逼死的 所以在得势后 便想尽办法打压村民 势必要为父报仇 被触碰免赢的魏天狼 当即决定对雷阳展开报复 他先是绑架了其父亲 对他好一顿打 并拍下尸入照片后 命人扔回了面馆门口 随后又派杀手在电梯围堵雷阳 隔天调查组来到医院 看望受伤的雷阳 同时 也给雷阳带来一个消息 苍自成的手机不见了 而另一边 燕子为了寻找哥哥古大鹤 来到了领解经营的舞厅 他走进魏天狼的包房 跪下其就踏放了古大鹤 然而 魏天狼却让他把衣服脱了 为了得到古大鹤的下落 燕子只能忍辱赵作 魏天狼便开始对其动手动脚 趁其不意在胡斗里 摸出一部正在录音的手机 他慌乱的想要离开包间 却被魏天狼一把按住 惊恐万分的燕子 顺势拿起酒瓶砸了过去 这也彻底把魏天狼激怒了 同样以酒瓶 将燕子砸得头破血流 然后扯下领带勒住燕子 激进巅慌的魏天狼 竟真的把人勒死了 但他却一点不慌 指挥着包间里的人 将现场的血迹清理干净 然后命手下将燕子的尸体 抛到了百里外的河沟掩埋 但魏天狼不知道的是 他的所作所为 全被一个陪酒小妹偷拍了下来 女孩名叫童童 是燕子同学 人也是他带进来的 不过很快 善间控的灵姐便发现了偷拍的事 他当晚带着一袋钱 去了童童家中 并为信他只要把视频交出来 这件事就当作没有发生过 听完此话的童童 立马吓唬一求饶 并交出了视频 在确认视频没有备份后 林杰哥才留下前走人 第二天清晨 警方发现了燕子的尸体 正当大家在周边排查时 雷杨却敏锐地发现 林队形即可疑 不知再给谁发消息 只让他心中瞬间起疑 另一边 魏天狼正和母亲在坟前祭拜 然而母亲却突然 劝他离开这里 仿佛是听到了什么风声 而不知天高地后魏天狼 却宽未盗 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中 话音刚落 而此时 彤彤正在家里和两个男人客摇 突然房门被人大力敲响 正兴奋的三人瞬间清醒 慌忙地开始收拾桌子 刚一开门 铁锅文准狠地刺进了 瘦肉男人身体里 男人正是铁军 他过来的目的只为杀人 因为只有死人才能守住秘密 三人拼死反抗 奈何战斗力有限 他们的身体早已经被掏空 铁军很快便解决了他们 孙通见势不妙 此时才想起打开窗户求救 被铁军一把赚回 巧合的是 此时雷扬正好来到孙通楼下 他查到 最后与院子通话的人正是孙通 这才来他这了解情况 不曾想 刚走上楼梯 便听到楼上有打斗的声音 他匆忙上楼并闯了进去 可接下来映入眼帘的 除了满地的血迹和尸体外 还有拿着铁钩 流入杀身一般的铁军 被抓了现行的铁军 毫不犹豫地挥起凶器 朝着雷扬杀了过来 一番搏斗后 铁军跳楼而去 而看着尚有气息的孙通 雷扬没有选择继续追捕 而是打电话先救人 而后他又在衣柜中 换出了陈琳送来的那笔钱 由于铁军杀人证据却遭 警方对其下达了通缉令 他所在的公司也被一并查封 由于在鲜袋子上 提取道陈琳的指纹 随即被传唤至警局问话 然而他却失口否认 声称自己并不认识死者 但琳队直接扔下了 一个重骂消息 孙通死了 这让陈琳有些呆愣 瞬间流露出的微表情 还是被雷扬敏锐的察觉到了 林队又继续拱火 桑次辰已经全都招了 说了很多他和魏天狼的事 而且非常详细 这再次攻破了陈琳的心理防线 紧接着 魏天狼也被调查组传唤 面对雷扬的质问 他依旧嚣张跋扈 原来 魏天狼早已做好安排 第二天 雷扬收到上级警告 说有人举报他阻碍城市发展 正当他在办公室大发雷霆时 突然 一阵霹雳啪啦的声音传来 办公室的玻璃被砸 外面也传来了嘈杂的声音 原来是为天狼公司的人钱来示威 他们各个情绪激动 也没工作就没饭吃为由 要求公司复工 实则这一切都是为天狼安排的 利用农民工队施压警方 正当调查组和谷主任 极力劝说之时 一名工人拿起砖头砸向灵队 但紧接着便被雷扬制服 此时的男人引迹上身 随其口吐白莫假死过去 面对众人的起哄 雷扬也因此被扣上了 暴力执法的罪名 上级工作不利 唯有给停止了 没有了雷扬这块绊脚石 魏天狼很快便被释放 出来后他更加肆无忌惮 对于不配合的人 则是直接下狠手解决 尔雷扬这边 虽然被停职 但依旧没有放弃调查 他查出 暗地里给魏天狼提供消息的内鬼 竟然是女警察欢宁 面对二人的询问 欢宁痛苦地表示 魏天狼用父亲的性命威胁自己 为了保全家人 欢宁不得不成为内营 安排在警局的内鬼被救出 魏天狼的危机感由人而生 他对铁军示意 让其杀掉五厅的老板娘陈琳 此时的雷扬正巧在五厅搜集证据 铁军的突然出现 打了雷扬一个措手不及 这个疯子竟然当着雷扬的面 要对陈琳下杀手 雷扬的及时阻止 使得铁军没能继续下杀手 两人战斗力不相上下 这一战持续了很长时间 从殿内达到了楼底 谁都没能占到便宜 但最终雷扬气败铁军并将其带补 雷扬也因此 通过乡底官复原职 被救下心有余气的陈琳 也将自己知道的全部交代 魏天朗竟然私吞了 5.8亿的拆先赔款 包括孙彤手机里 魏天朗的杀人士兵 红人示威的事 则是由关大军一手策划 如今证据却凿 终于可以收网 听到关大军被捕 正在与其通话的魏天朗 彻底慌了身 他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最大的靠山 竟然就这么倒了 他立马想到跑路 来接应他的人 竟然是村里的谷主任 原来他一直和魏天朗狼狈为奸 此刻谷大鹤 也被他关在小黑屋里 他给魏天朗准备好了车和钱 奇料 这番话被谷大鹤听到 他冲出来就要和谷主任平民 然而 被居然复返的魏天朗 一板砖拍倒在地 然而正当他要动手时 谷大鹤说出了 白藏在心里勾连的秘密 当年魏天朗的父亲之所以自杀 是因为谷主任 在他家卖的饲料里下毒 导致村里的牲畜全死了 不明所以的魏父 把问题怪在自己头上 因此羞惠自杀 听闻此言 魏天朗激进崩溃 这是他一直以来的心病 却不曾像真相竟是如此 他一直以来信任的人 竟是他的杀父仇人 谷主任见事情败露 直接一插子解决了谷大鹤 而此时 魏天朗已经彻底疯狂 直接泄愤搬对着谷主任 连插数十刀 杀完人的魏天朗驱车逃离 然而刚开出去没多远 便被雷阳所驾驶的车辆撞翻 看清来人后 魏天朗立即抽刀下车 过了几招后 他甚至不能再次被缠住 随即转身往工厂内跑去 雷阳一路追至厂房 潜歇被魏天朗东西得手 然而雷阳的实力不俗 一时间 谁也没有占据上风 与此同时 早黑组在魏天朗的办公室内 搜到大量钞票 而雷阳也正带人赶来支援 一番激烈的缠斗 雷阳最终成功制服魏天朗 并将他接纳灰暗 影片的最后 所有的犯罪分子 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而导演也通过魏天朗母亲之口 回答了观众们的疑惑 为何谷主任会一再帮助魏天朗 原来 谷主任才是魏天朗的亲生父亲 魏母悔恨没能早点说出真相 而魏天朗则再度崩溃 他以为杀父之仇一报 却不曾想 真相竟如此荒唐 而另一边 早黑组阵在雷家面馆庆宫 突然 雷阳的手机响起 又一桩重大刑事案件发生 早黑除恶人在行动 影片中阵弦双方的高能对决 高智商法派带来的惊险刺批 以及精彩的打戏片段 每一张都让人肾上线索飙升 在揭示了黑恶实力背后 错综复杂的关系网 合理一脸条的同时 也生动地展现了 早黑除恶工作的兼具性与复杂性 只有这底产出黑恶实力资深的土壤 才能实现长治久安 总体来说 是今年暑期当非常值得一看的电影 欢迎留下你的观看体验 如果喜欢这期视频 不妨留言订阅加点赞 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